我們來看到的就是呢 蔡英文總統昨天PO了臉書 她說她要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就未來國際政經的變遷 還有呢台灣整體的經濟情勢 還有國安的議題來討論 而且要盤整行政院各部會 共同準備的方案來向大家報告 但是呢 既然有人說國安會議 其實真的是好無聊 會讓人快睡著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揭秘一下 國安會議到底是怎麼開的 前立委郭政良兩個說 蔡英文這麼急著開國安會議 其實也不急了啦 你知道嗎 選完都已經一個月了耶 她怎麼不早點開 其實她是想要跟賴清德證明說 我在這裡 我還在這裡 全力在我的手上 賴清德你現在去全台走透 都去講的都不算 真正媒體人藍軒姐說呢 如果蔡英文在國安會議上 你還是只講那個兵役啊 小三通 卻沒有回到施政被人民唾棄 失望的地方 包括你的防疫 包括你的經濟 等等包括這個居住正義等等 來進行反應 反省的話 民進黨還是不可能改變啊 這只是一場就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大拜拜一個很形式的會議而已啊 中平社 其實香港的媒體說 延長兵役的政策 碰到了2024年的大選 結果就是年輕人的選票繼續的流失 這會成為壓垮民進黨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延長兵役這個話題呢 可能在國安會議上面 這個要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但是國安會議怎麼會有人說好無聊快稅長呢 他呢是何錦榮老師 這個他的臉書上面 他就想他在2017年的時候呢 他還他跟蔡英文喔 他把自己跟蔡英文同時列在他的臉書上 他說2017年在12月8號這一天的上午 他被叫進了總統府 因為總統府說要關懷新住民 要諮詢新南向政策 所以開了一個國安會議 當時就邀請這位淡大逢甲的助理教授 一起去參加 因為其實他對這個新住民 他新住民第二代 所以他對新住民的是非常的了解的 所以他就去參加囉 懷著這個期待的心情 要跟總統一起開會看能不能討論出什麼 結果他說 欸 剛才開那個國安會議我都快睡著了 他們講話好無聊喔 大家都聽到論住了耶 堂堂一國之君怎麼會在公開場合 這樣批評黨政高層呢 我心裡這樣想的同時啊 也望向我左前方的賀明 林賀明喔 他說他平時呢都像彌勒佛一樣 都是笑呵呵的 但是當下林賀明也露出了一個 木然的鐵青之色 以後我不要再聽他講話 因為都不是實話 因為如果沒有讀稿及隨時在撤的話 逼他照稿念的話 我猜他心裡想的永遠都是這樣 哇 真的是吃個誠實豆沙包喔 名符其實的 難道這個蔡總統真的是空心菜嗎 然後又有網友提醒他說 老師 小心不要被1450出征喔 你的臉書要小心 那東華大學的教授施政鋒是說 蔡英文他是不會下招罪己的 他是不會承認自己錯誤的 然後現在嘴硬還說自己做得不錯 賴清德可能呢會對英系用以戰逼合的方式 但是呢蔡英文也不知道會對他再使出什麼樣的手段 畢竟蔡英文沒有無所不用其極啦 當時真的是把這個賴清德打得跟豬頭一樣 現在賴清德又好不容易要冒豬頭了 蔡英文會放任他就這樣接手民進黨的大權嗎 這個好戲繼續看下去啦 那當然針對這個所謂的好無聊的國安會議也好啦 你要討論的是兵役的問題也好啦 或者是國際情勢的變遷啊 經濟情勢的變遷也好 其實立委洪孟凱就說 你真的不需要這麼麻煩 你已經躲了媒體躲了700天了 與其召開國安會議 你現在最好做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保證所有的SNG 就統統都會開過去的叫做 你就開議長記者會 然後不要用讀稿機 讓現場所有的記者問到寶 問到好 然後你好好的來回應民意 其實這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我們說蔡英文總統 或是整個民進黨政府 到現在九合一選舉結束三個多禮拜了 到底有沒有真真正正的想要有心面對民眾 其實蔡英文總統與其召開國安會議 倒不如好好召開一次 給大家問到寶的記者會 讓所有的媒體記者都可以代表人民來詢問到底現在我們接下來任期一年半還國家的方向方針我們所有人民所關心的問題 其實蔡英文總統不要忘記你已經七百多天沒有接受媒體賭麥 沒有開過記者會 每每你的證件都在臉書上都在民進黨的中場會上來發布到底你有沒有心想要面對人民 而且現在把九合一的敗選變成國安會議 你是又想要把人民的憤怒人民的反彈變成是國安的危機嗎 是不是又想要再操弄抗中保台牌 不要每一次都是為了政治來操弄 我想台灣人民真的是有智慧的 絕對會看破這種粗烈的政治操弄手法 好只能說呢現在在政界需要讀稿機的真的好家在只有蔡英文一個人 那還好副總統賴清德他不太需要讀稿機 那他22號晚間是到南投出席了就是這個傾聽民意的座談會嘛 面對民進黨的敗選支持者忍不住也對他開轟了 說該下台的不下台只會檢討一堆廢話 更是大罵台灣線變成一個詐騙王國丟臉都丟光光了 要賴清德你真的要多聽人民的聲音 不要像蔡英文總統一樣 就是坐在總統府裡頭什麼都聽不到 那些人啊要坐在街坊車廂八卦市場 不要再滾那裡 你知道嗎 一滾那裡有空啦 你們就聽得出來啦 哦 你知道嗎 那些大罵副總統齁 你就拜託一下 跟民進黨和共進黨給我 像蔡總統這樣啦 司法都會廢掉好了啦 我們還沒聽到的照片王國 你看照片人家一生的心血全部都沒了 那是什麼司法廢掉好了啦 司法廢人都不公 然後我們台灣還變成為詐欺王國 真是丟臉丟盡啊 該下台的不下台 該負責的不負責 該檢討的不檢討 該面對的問題不面對 這個就是我們當前的危機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人都不敢講正話 我們基層的黨員 很憤怒的聲音是 中央沒有回憶民意的期待 沒有對頭 我們的疫苗確實做得很好 我們的高端講不清楚 論文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的黑金也是一大問題 但是我們有很多問題沒有面對檢討的事 負責任的態度會脫狂民進黨未來的大選 基層的所有的黨員沒有愧對民進黨 南投謝民也沒有愧對民進黨 而是民進黨愧對南投謝民 好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年輕人的反應也很直接 他說可麗餅從25塊漲到40塊不能接受 所以他沒有辦法再支持民進黨 其實這就是我們老百姓真的非常貼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天要花的錢變多了 我的生活過得不好嘛 所以執政黨你要聽一聽人民的聲音了 真的是說真話就是這樣 再來我們要看到九合一大選之後 藍綠白三個黨面臨的都是世代交替的問題 有名嘴就在臉書上面發文指出了 民進黨主席的應得交替 真的能夠順利解開2019年當時那個新結嗎 那個結大概有這麼大 才有機會爭奪2024年的大位 而國民黨更是麻煩啊 這個世代交替 人家許巧心才開了第一槍 噼哩啪啦噼哩啪啦 他就被罵了一頓 可是畢竟國民黨這個平均 據說現在國民黨政治人 我們平均的年齡是59.68歲 真的很難吸引年輕世代的支持啊 所以國民黨其實真的 才是世代交替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黨 而在民眾黨的部分呢 郭鴻安他現在是民眾黨唯一一個執政縣市的首長了 所以媒體很可能就會在他就職之後 緊盯他的一舉一動 所以呢可能在科幣之後呢 接下來要被媒體緊盯的就是高空安了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 後來 來晚 кая 我等一下 �哥